好 欢迎关注千一年车灯 咱们今天分享的车型是2020年的大G G350 底盘号是W463 它原车大灯是低配静态LED大灯 升级原厂高配多光速几核全LED正能大灯 好 这个是转接线 无锁直接对插 这是原厂海拉的 原厂全新的大G 这是LED矩正模块 好 师傅解锁 好 这个是低配大灯 我们看到低配 低配静态LED大灯 它的剧情是在这个位置 发动 远观 它的低配是这个静态的LED透镜 远观是一个反光弯的 咱们看一下墙上的效果 这是远近观的效果 原车G350 低配静态大灯的效果 转弯灯 大G的转弯灯是在1S板边上 远观 这是右边低配大灯 它现在这个大灯 这个是日接行车灯 LED的 这个是近观 这个是远观 如果咱们升级高配的 是LED日接行车是一个圆的 然后远近观是一体 84颗LED 多光速几号那边在一起的 好 这个是远观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们顺便给我们老家的这个车换了新款的GT AMG组组 这是我们的普通版 新款是助调的 看看我们新款的大灯 好 来 解锁 行 起动车 远观灯 咱们来看一下这个高配跟低配的区别在高配的大灯 六间行车灯是个圆圆的 它尽管是86颗LED 远观 远近观一体 我们看一下右边的也是一样的 看在船上 看在这个切线是值得没有 新款 多光速大灯编程以后 低头值得 原厂高配 AMG 效果 好 我们看一下驾驶室 看有没有故障码 正在这边系统 找到 没有任何的信息 感觉有远观 对远观 远观 远观 OK 咱们看一下后面 这个找到感觉了 在部队的时候 百天212 吉普车 按一下 开 咱们这个是新车 还没上牌 刹车灯 转弯灯 左边 好 大击男人的梦想 成功男人的标志 远观 这个多光速大灯远观特别强悍 特别亮 这个高配大灯还是值得晕我的 车主是我们一个湖南的老乡 特别有个性 我觉得这个灯碗也挺好看 G600对吧 G600 G63 G7的 灯碗 这个是换下来的低配 静态大灯 它没有日接行车灯的 看高配这个有日接行车灯 关掉静关 开小灯 这个是日接行车灯 这个特别好看 大白天 很有个性 两个眼睛均均有神 好 我们来看一下启动的这个强盛行车 打开的 可以开 可以关 没有乐阜的信息 先后 再来一遍 好 眼睛满笑话